他現在再去硬拗這個事情 真的沒有什麼意義 所以我覺得剛剛我必須講 雖然龍介先生很尊敬也很好 他也常常有很多策略 可是我必須說 你剛剛那個建議 會讓陳柏惟 大概成為台灣史上唯一超越王浩宇的男人 他的支持票數比王浩宇還要低 因為藍玉一起加上 所以我跟你講我們聽過是包藏禍心 好純心背後戲的啦 純獨背後戲的啦就對了 那我覺得對大麻這個問題喔 陳柏惟現在根本最好的方式 就是提都不要提這件事 你根本因為這個解釋不通的啦 老實講所有的事情包括 我是針對良心戀意 肇事逃逸也好 大麻也好來追也好這些 全部都不要再提了 你現在就是每天請走基層 就在那邊哭 國民黨欺負我 一黨圍攻我一人 用無限的資產 我聽他講都要下巴都快掉下來了 國民黨被你們抄家滅族到黨產都沒了 國民黨的黨產正被控制 還無限資產耶 不知道在胡說八道什麼 但是沒關係 你就繼續胡說八道在地方走 我覺得也許還有點舊 你如果照你這種每一個都去解釋 你越解釋越大條 因為老實講你自己都說 你自己的選區非常傳統喔 結果你現在你以為你講那一堆 你傳統的選民是聽得懂 你支持他嘛 化妝品跟保養品怎麼算是娛樂性產品 所以我跟你講他真的是超級 他自己就是自己最大的租隊友 那剛剛亮哥有提到 你們那個也有寫到說 那個他為什麼調解 和解那麼久才五個月 我告訴你為什麼好不好 因為一般呢交通裁決所 他大概裁決出來最快一個月 最慢的話可能會拖到兩個月以上 有可能因為他案件很多 所以陳柏惟肯定是他在慢慢等 等交通裁決出來的時候 證實百分之百 肇事者都在他身上 他不得不賠才去跟他和解 你知道嗎 所以他根本就沒有主動想要和解的意思 他說我還看到那個交通裁決所 出來的那個說明之後完了 你想逃都逃不掉 他只好這樣去弄 那另外我看到那個聯合報 採訪一個不具名律人 我真的非常有感 他說他因為家境不好 要兼兩份工作 所以才工作到早上六點 我跟你講你這位律委 我不知道你是誰 你講話有基本邏輯好不好 他那年二十六歲 他開車 對耶 他家境這麼不好 我沒想到這件事喔 家境不好你就開車 家境不好的人應該就騎個腳踏車送報紙吧 你跑上去送牛奶都會撞到人 你家境真的很不好 他家境到底好不好 應該沒有太差對不對 他家境沒有很好 但是也沒有很差 就是正常嘛 就是一般正常家庭 你想想看家境如果真的像你講 因為他這個是要 他是根據什麼來的你知道 根據過去常常有那種凌晨出車禍的 都是什麼被撞的都是孝子啊什麼東西 他是根據這種邏輯掰出來 你白癡喔他是撞人的 他是被撞的 第一個他是撞人的 第二個他是開車撞人耶 你如果今天他說他騎摩托車 還勉強說得過去 他騎在擋空的車或什麼 還說得過去 他開車耶 你撞個壞掉喔 所以拜託 我覺得現在在幫 包括林靜穎你們等一下會講到 他現在身邊全部都一堆豬隊友 我跟你講 陳柏惟趕快叫這些人全部遠離你 然後你每天就在那邊 你最好直接跪在街上 弄個主席跪在街上 每天在那邊哭 笑指哭目 你還要背那個付金請罪 不是啊 他跟陳柏惟男一樣啊 當年不是坐一個卡車 然後就是那個墊子 然後跟他老婆都跪在那個 那個卡車後面 然後就在那個市區這樣一直繞啊 這個龍街一定記得啊 然後陳柏惟就這樣子啊 我覺得OK 你知道我覺得這件事情 最不能 我覺得不能接受 你說關於他 這個合法化這件事情 對我覺得如果我是他的支持者 我不能接受 因為我覺得平心而論 這個社會有沒有一種聲音 是支持大麻合法化的 大家覺得呼嘛 美國很多啊 國外歐洲也很多啊 很多人跑到國外去呼啊 對不對 柯建民的兒子啊 然後做什麼 這些對不對 都很多在呼啊 所以台灣確實有一群人 也不定是年輕人 就有這樣的價值存在 那你陳柏惟作為一個 你當初吸納這麼多年輕人選票的時候 你某種程度 你反應這樣的價值也沒有錯啊 也沒有錯啊 那你當時拍桌子 憶正慈言講說 我就支持啦 我就覺得應該這樣 選不選上都沒關係 我覺得這個價值是對的 我支持 我願意為他 為這個樣子的聲音喉舌 好你就堅持啊 而且我現在有危機的時候 我沒有 我沒有 我哪有 你們誤會我 選民又成名成奇 我哪有這樣講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嚴重的 支持大麻是一回事 因為我覺得社會 一定有這樣子的聲音存在 那什麼樣的訴求 對不對 有人很喜歡去放生害死動物的 也有人這樣主張啊 也有人支持啊 林大化不是超支持 去放生害死動物嗎 這種主張也是有人 也有存在的啊 林靜宜你們等一下會講到 他堅持要用湯匙喝珍奶的 也有這種人啊 也有這種人啊 那這說社會上 某種價值嘛 你堅持下去 你就主張 你就堅持 而不是見風轉舵 看到形勢不對就這樣子 那我就覺得 這種才是真正的 真正讓人家覺得 不能接受的地方啊 確實是如此 來 我們要請教一下我們的 聽說 這個 凱翔講到這一點 其實我們前兩天就有談過 我們談的是什麼 比如說 黃捷 大家不喜歡黃捷 但我覺得黃捷很棒啊 這個 韓國瑜當 市長的時候 花兩百多萬買國旗 黃捷給他 現在國民黨的議員 叫陳其邁買國旗 黃捷走人給他 讚 讚 這樣子的人 你堅持你的理念嘛 你覺得買國旗是浪費 你覺得國旗跟熱愛國家沒關係 我愛這個國家 不代表我要喜歡這面國旗 或我要在國慶日拿這面國旗 你始終如一 國民黨的幹事長 你這麼說 民進黨的幹事長 你也這麼說 可以很好 但是 像陳柏惟這一種 對不起蔡總統 我就比方說你好了 好不好 前兩天 才在那邊蹭國旗 臉書上寫 中華民國國慶 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安諾安諾都安諾 我也告訴大家 還要弄一個超大面的國旗 65平耶 你知道那國旗捲起來45公斤耶 18公尺乘以12公尺耶 史上最大的國旗 這個很棒 來中華民國 熱愛中華民國 然後去美國 這個外交期刊投書 又寫你是台灣總統 中華民國又不見了 中華民國又不見了 跟陳柏惟一樣 你那時候 這個選舉前選賬的時候 你很帥 你很酷 支持這個支持那個 等到你要被罷免的時候 萊豬好像跟你無關 買不到國際疫苗 又跟你無關 然後這個挺毒品的這個 合法化 又跟你無關 其實這樣子的人 包含蔡總統 對不起 你今天如果 愛弄台獨 你就不要 你就把那個 直升機吊掛的 換成一面 民進黨黨旗 台灣國國期 你就不要在領著上面 三不五十的消費中華民國 你給我台獨 讀到底 我說真的 這樣子我佩服 這樣子我是佩服的 打從心裡佩服 你跟陳柏惟就是一樣 這個 碰到有危機的時候就不要了 沒有危機的時候 你什麼都敢講 金柏惟最本首 這個 這個 有的說 議中議 三級數 議換消林心 完了我聽不懂怎麼辦 什麼意思 快漲快退 就一漲一退 就是 安西水啊 三紅暴漲 很快就仲起來 然後反義武啊 就是小人心啊 就是說 做人啊 我們在教人 這個人不是像那些三級水一樣 我黏一貫 黏一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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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就是一以貫之 不要義反 你反覆無常 就是小人嘛 那君子就是一以貫之嘛 可惜 春秋就不能幹 這個時候叫做 食食武者 為何欠 我怎麼聽不懂 哈哈哈 我覺得我國語 我覺得我台語沒有那麼差 文旦 我是不是要跟 報名上課 15者為俊傑 是15者為俊傑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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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竟體質是英勇 所以這個時候就不能一以貫之 這個時候如果是要被罷免 你要求罷免 能夠逃過一劫 這個時候就是要當歸兒子 每天就是演不同的 戲碼 這樣太爛了啦 爛死了 其實是有人在教他 你沒有看到他已經在修正了嗎 他最近溫文如雅 慢慢就變成悲劇 悲劇的這個男主角 我看他講話 我都以為他是國民黨的 以前是武俠劇 那有時候會做一些喜劇 暴笑劇 那但是現在就是文藝劇的這個 男主角 然後愛做苦痛 有時候還要掉兩滴眼淚 這是經過設計包裝的 所以大家不要 為什麼 今天罷免的會有機會 陳柏偉也一樣有機會 就是罷免的人就是 從你的過去一年一年之前 兩年之前三年 今天已經檢驗到十年了 就是你並不是一以貫之 你現在不但反覆無常 你現在心懷笑 放到人 你離開現場 那不可能不知道 人不知道 警察去告訴你 我們現在不知道的是說 警察是幾個小時以後 才找到他 所以你說九測是零 因為你來測的時候 已經經過多少時間了 這是一點 所以從這邊就說 你這個人是沒神心的 沒主逼危害 沒有測免之心 一個公眾人物 公眾事務 如果沒有切問資心 你看 你怎麼會去對支持你的 雙民所期待的事情 他們所掛意的 他們所想要的 你也不會一樣 你不會掛在你的心上 你沒有辦法苦民守苦 老無老即人之老 幼無又即人之幼 你就沒辦法 把雙民的心用統理心 我就用統理心 去看待的時候 今天你做的事情 就歪錯了 就歪漏 所以你出來演這個 哭條其實不行 因為你的本心是 嚇壞的 你的本心 根本就不是這樣 不是這次他在 籌籌症這順 我真的真本土 我最奇怪 他就是 金門這樣就寫我Q 但是你看 董哥的金門Q 金門Q是比我們 台灣的河樂圍更痛 你知道嗎 金門還扎台灣四百年開發 真的喔 所以金門槍的 金門的台語比這個 這個 更正統就對了 喔 送條的時候 當晚 送條一個理學家 你說歷史故事就對了 主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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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去同安任職的時候 他就看那麼多金門 所以主席在金門 辦學辦學 主席有一首偶像 名稱 喔 少年以弄 客男性 一春公音 不可欽 未到 地東春 車夢 改善 五役 以求生 這首你怎麼比過 少年以弄 大家都在掃手機想說 董介先生在唱什麼啦 差手機啊 說你在唱什麼啦 少年以弄 學難成 朱熹的偶像啊 朱熹喔 朱熹喔 朱熹我知道啦 金門啊 金門就是比台灣還要 臨時 臨時 開紅四百年 所以他還不是 他還沒有金門匆 因為金門的朋友那麼多 這是朱熹的偶像 朱熹的 真的在唱 少年易老 學難成 一寸光音不可清 未決池塘春草夢 接錢無業以秋生 真的也未查到了 偶像朱熹 當然啦 所以如果說他今天就是這樣 因為他執行邱國正 我知道原來他媽媽 他是江蘇 上海 江蘇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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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國正是江蘇人 秋國正你是喔 那應該他們要用母語 他們要用母語去講 所以邱國正講的話就是 就是陳柏惟的母語沒錯啊 他跟他媽講一樣的話 對